来你们看哦 政府讲白米 白米 本地白米不缺货 其实你看 本地白米完全是牛货 刚才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讲 下午才来两个palette 所以如果你要吃饭的话 要等下午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政府 讲有白米 但是其实你看 这些白米的价钱是高的离谱 40多块 全部都是进口白米 Jasmin Dumbartan Blast 其实都是5kg 如果你看到别人都是5kg 是完全没有的 给你看 有一个白米 白米的话基本上 他们都是卖外国白米 我看到 刚才看到 哪里啊 Bernas 全部没有 本地白米基本上是买不到的 所以我们的物价其实是涨得非常高 是完全没有 如果你们不缺这个钱就OK 缺这个钱的话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这里是在EOMB EOMB都没有货 这里还有特别提醒 最多100kg 特别是10kg都没有 还有100kg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们讲 不只是牛米 而且是没有糖 没有糖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EOMB 看到吗 糖其实也没有 糖其实也没有 是空空如也 真的是空空如也 所以基本上这些同货品都基本上是被少掉一空 所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政府有问题 还是真的是通过混账 是不是应该解决糖的问题先呢 还是要控制价格先呢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真的是没有 真的是没有 所以整个Supermarket这样大 一包都没有 真的是一包都没有 其他糖就是黑糖啊 这些糖就有了 所以你们自己看看啦 你们觉得现在的政府做得很好 还是不好 你们自己 自己 自己 去评论 在以下评论 到底是现在的政府做得好不好